好,那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个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网路记事本呢 他有用到一些像Express之类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样也不会太好 所以呢,我就干脆当场改 我们当场改,而且不要用Express Express都未来用过 那我当场改,我从哪里改呢 我从这个POST这一个程式开始来 我们把它改成网路记事本 基本上他已经非常接近 X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从这个POST,我先把它认存先来 那我就叫做 NOMIN 就是记事本 Nopay.js 这里呢,我也给他一个档案 Nopay.htf 这时候呢,就不要出账号密码 账号密码通通都不完 只有几个东西是要的 一个是标题,一个是内容 但是我觉得对很多东西来讲 其实标题都不一样 直接把标题写在内容里面也可以 好,所以就只有这个栏位 好,所以就只有这个栏位 TEST TEST 我改个名字 好,来叫NO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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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边呢 因为我这个NOMIN 层次里面 我就不用取那么多栏位 我里面呢 就不需要取User 也不需要取TEST 也不需要取TITLE 只要取到这个TEST 接码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呢 通通都省掉 只剩下TEST 但是有个问题 我要存档的档案路径在哪 我至少要给他一个 档案路径名称 所以呢 这时候 我希望说我的档案路径 如果我希望说它是 放在POST的讯息里面的话 好,那我就直接 以当当的例子我就加 那我稍微软微不详 这里 User 但是这个TITLE 我改成PEST 那这里我们既然不是用PEST 我用NODE 可以用NODE 好,OK 那这个NODE 好,那这里呢 POST给PASS 其实就会有NODE 那这个PASS 这里就是PASS 但是 其实你可以POST給PASS 好,这样就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我们先测试 先不要管存档部分 先把这部分 看是不是显示正常的 所以呢 我这边先 照这样存档一次 那这边呢 我的欄位里面 然后那些欄位 就都不用 就加这个 好 就加这个 那 那 这边叫做POST 那 其实 改个名字很好 就叫POST 好 就改叫做 这就比较叫SIDA 这个 就不合理 好 OK 我送到 送到 这里 但是我有一个 欄位是 刚刚 稍微拿出欄位来一下 这个POST 好 我加一个欄位 加一个欄位在这里 叫做 档案 名称 档案 然后呢 这里 ID 这个就不要了 好 然后呢 档名 就是你输入在这里 就 BIRNAME 好 然后呢 VALUE 预设 预设 以这个例子而言 好 随便 就这样 那 可以看 叫什么例子 好 BI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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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 TSD 好 就这样 把它换一下 先看一下 这一个 刚刚是 刚刚是 这里 房子 可以说 只要 我叫做 最后 是 很大的 一 最后 是 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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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们按送出,看看会怎么样 我让它两折对照一下 这时候我按送出 你可以看到PASS等样情况,所以有问题 这个Node取得正确 PASS为什么等一样? 我们叫Bionate,我们就不叫PASS 所以这里叫Bionate,那这里取得的时候应该就会叫Bionate 那如果那边叫PASS,这里取得就叫PASS 所以我刚才把这个改成标PASS PASS 叫档案入境 OK,那我们这样子就回到上一页 重新整理一下 再来送出 OK,PASS等于YSI.tsd,这就对了 Node等于这一些,这里对 现在我们已经测试了,它可以输出 这次呢,没有存档功能 存档后呢,我们之前不是讲过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存档通档给拿出来 存档通档给拿出来 存档通档给拿出来 其实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网页里面 其实也有存档的程式 把它抓出来用一下 到最后你会发现 开发程式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后玩话我们都再点点点点点 那我们现在要的是存档 所以是Write Vi Write Vi 只有这个 FWS.WiFi 好 FWS.WiFi 我要放在哪里呢 就是当传送完毕之后 取得了这些资讯之后 我们就write进去 然后呢如果有错的话 那就回应抽出 iAS-write 这前面都有回应过程的 不用 如果没有错 如果没有错的话 就回应这个 如果没有错的话 就回应入境 按记事内容 这是如果没有错的情况 如果有错的话呢 然后就 就回应 回应 或是200ok 就404 error 或者是200ok也可以 如果有错的话 如果有错的话 就回应错误讯息 就好了 反正还是有两百去处理 如果 其实 用200ok处理 不会比较 方便 那这里 如果有错的话 就回应error 如果没有错的话 就回应 这样 然后行 如果没有错的话 就回应 错误讯息 才会 展开 好 这样子唯一就好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好像不是看起来可以测试 可以来测试一下 所以如果收完了可以来测试一下 现在呢要回到上一页 这个程式先关掉 好 那node node 好 这时候呢我们说它叫你y.tst y送出的话会怎么样呢 OK 哦 有错 看一下 fs.write file fs没有定义 这个 jars3的这个是动态语言 所以当你没有定义的时候 它在执行才会发现 不像syshark的没有定义呢 定义的时候就发现 它不用定义 所以这个fire system的程式 我们根本就没有引用 所以我们需要去引用一下 引用哪一个呢 这个fs 所以我们把fs没有放进 好 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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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呢 好 再上一次 好 这里看 fs.write 我讲write 刚刚呢 刚刚是 是那个fs没定义 现在是foam没定义 好 foam没定义 我们看一下 这里 它说foam.note 可是我们没有foam 我们的note是在哪里 我们的note 就是在note变数这里 所以根本就不应该再加note 不应该再加foam 好 再试一次 那层次开发这种状况是很正常的 要一直出错 好 这样子呢 有送出了 好 那它也有印出来 但是到最后呢 嗯 这里 嗯 这里 我们照理讲 你看它会回应 就是 可是 它却没有回应 看一下 尼文娜特亚 你看 s 就这样 那它没有回应 好 我们次一次 把这个移出来根本 一样回应 好 这时候有回应 那但是呢 到了这里 纳特亚没有回应 所以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那 就储存档案 你储存档案 你储存 好 好 OK 那 所以 或许我这样子写着 反正最后都是要印出来 但是未必是档案你储存 好 这时候有印到这里 最后这里没有出来 OK 好 这时候有印到这里 那这个可能跟那个 这个可能跟那个 非同步有关 看起来 非同步在结束了之后 如果我们印 我们印 host replace note 这里 note 这个 ok 那 expans right 好 来 我检查一下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好 有点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